那可以让民众可以很贴近的舞台 他们可以站上去体验一下 是艺人有一个歌手梦 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实现 然后我们在上面都有配备我们在舞台上 大家看不到的一些小道具 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跟展演专业的碧映创造携手合作 将旧公车处打造成全新的文创展演空间 打头阵的这档开幕特展 真实呈现演唱会的幕前与幕后 让前来开箱的文官局长江廷梅 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和社会处长杨玉昕大开眼界 他就让我在上面体验了一下当这个superstar的感觉 前面还有这个麦克风 然后一站上舞台的时候 那个光啊打在身上 哇真的开始有那种要当这个艺人歌手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这个场域现在是非常具有寓教娱乐的一个环境 那同时你们也可以看看 其实一个演唱会的成功 不是明星而已 它其实需要非常多后台的制作人员 以及灯光师以及配音师等等 大家大力的一起合作 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未来创造 让更多的年轻人或者喜欢音乐的人 可以来了解 以及可以租任场地 所以音乐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疗愈的途径 所以我们现在在超高龄社会来临的时候 我们也在努力的思考 如何透过更多的艺术文化 尤其是音乐来帮助更多长者 能够逃避性情 而且调节生活的情绪 市议员张之豪也前来参与开幕记者会 除了特展内容丰富 相关的展演空间也将提供年轻朋友 和学校社团成果发表租借场地 打造成基隆的音乐基地 也扩大表演艺术的交流 这个场域我们提供给学生的社团们 都可以来这边租借 那当然也有回馈我们这些学生的一些机制 那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创造 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场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接下来我们会透过跟毕竟创造的一个合作 然后去对接到北流 也希望未来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表演艺术者 尤其是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 可以到北流这边去做一个表演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 可以让北流的一些表演团体 以及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IP也可以到达我们基隆 然后在这个场域让大家看到基隆 今天进驻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所有多元文化 跟我们所有展演的内容 可以带入到基隆 同时也可以把基隆的展演文化传播出去 这个是我们希望最终的充值 文化观光局表示 串联旧公车处与基隆要塞司令官邸 和校官眷社 将透过专业团队逐步引进艺文展演 文创展览和音乐表演 期盼培育更多的音乐产业人才 也让基隆展现更多元面貌的文化娱乐艺术体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